來來來 之前有缺課的同學 你可以找時間看你要不要去補 把課程補起來 最近大家都很辛苦 我有去面試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可以親綁機密 我熱切的期待 大家都可以有好學校可以念 我們今天從這裡開始講 來你把標題寫上去 我們今天要談什麼叫定積分 同學還記得我們上個禮拜最後談到什麼東西 談到一個黎曼和的概念對不對 那黎曼和它跟我們現在要講的定積分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什麼是定積分呢 我現在這樣說 來有一個函數Fx 它在一個B區間上是連續的 好 來這個函數 在AB這個B區間上面 是連續的函數 OK 我們現在談到積分喔 我們都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 我們的函數是連續的函數 那當然等你念了大學以後 有一些條件它就會開始放寬 它就會開始放寬 就可能比如說在這個區間裡面 當它有一些點是不連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同樣的可以在這個區間上面 去做積分的這樣一個動作 不過這個不在我們高中課程談論的範圍裡面 我們高中課程談的積分 基本上呢 我們都讓這個函數 在AB這個區間上是連續的 尤其是像我們常見的多項式函數 對不對 它基本上都是一個連續的函數 好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喔 我們上個禮拜其實談到這個東西 來 Sigma i從1到n 然後F of Csi 乘上Δx 好 來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們這個東西 是什麼東西 它有名字的 李曼盒 對 那個叫李曼盒 來 這個叫做李曼盒 那因為有一些同學缺課 我們把什麼是李曼盒的基本想法 還有他跟什麼東西可能有關 來跟同學做一個說明 好 欸 初學者喔 怎麼去理解李曼盒的概念 我們通常都建議用什麼來理解 初學者 你一開始學積分 你不可能先從其他角度切入 基本上都是用什麼角度切入 用曲線下的面積去切入嗎 什麼叫曲線下的面積呢 比如說 來這個是x喔 對不對 然後這裡有個函數 y等於fx 那我給你一個上線跟下線喔 這幾個不要連喔 先來進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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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叫彎留下來 被叫彎留下來 不要連 來 我們怎麼談喔 比如說我現在對這個曲線下 從a到b 我對這個封閉距離的面積感進去的話 什麼叫黎曼盒呢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區間做一個什麼動作 分割對不對 那分割之後 比如說你看我這個黃色的這一小塊 這一小塊 這一小塊來 專選 下面這一個部分叫做誰 叫做deltax 這個deltax就是說 比如說你把這個黃色的部分想的是一個橘形 對不對 長方形 那這個deltax就是它的底 有沒有就是它的底 那這個f of cci 而且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一個指的就是它的高 這一個高 叫做f of cci 那這個cci 它是在這個deltax裡面認取一個點 那個點是 我在這個範圍裡面 隨便拿一個點都可以喔 我要找它的右端點 左端點 還是中間的任何一個點 其實都是辦得到的 都是可以的 如果我找的是最大直發生的點 那麼得到的這個黎曼盒 叫做最大黎曼盒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上和 還記得嗎 上次講過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上橘形 那如果找的是這個範圍裡面 函數值最小的那個點 那麼做出來的那個橘形 是不是叫下橘形 加起來叫做下和有沒有 也就是所謂的最小黎曼盒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理解這個黎曼盒的概念的時候 來這個可以看成是什麼 曲線下的面積 有沒有 這個就是底 這個就是高 底層高 是不是得到這個橘形的面積 然後把它通通怎麼樣 加起來 加起來有沒有 所以這個叫黎曼盒 可是我們曉得喔 如果你今天的分割是有限的 比如說我分割成3塊 分割成5塊 分割成100塊 其實還是有誤差嘛 那怎麼樣才能得到精確的面積呢 對這個黎曼盒做一個什麼動作 取極限的動作 如果我把它分割成無限多塊 Limit 分邊線無限大 可以嗎 我學這個東西 當你對黎曼盒取極限 你就會得到取極限下的面積 好 這是我們自行想的 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得到 來 這樣講 曲限 下的面積 OK 了解嗎 對黎曼盒取極限 我們可以得到取極限下的面積 不過同學現在這邊喔 來 你注意一下喔 如果我們每一次啊 要去算一個曲限下的面積的時候 都要寫這麼多 何學你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什麼東西嗎 這是我們對一個極速取極限 Nb近無限大 這是一個什麼極速 這是個無窮極速喔 開玩笑 我們每一次喔 要去算一個面積 就要去算一個無窮極速 光是它的寫法就很複雜了對不對 你這邊要讓Nb近無限大 然後前面要寫一個Sigma 然後把這些東西乘起來 相加去影限大這樣子 不覺得這個表示法有點麻煩嗎 所以當然人是聰明的喔 數學家、物理學家就會想說 唉 幹嘛寫這麼複雜喔 我們就發明一個方式喔 發明一個符號 來表示這件事情 那這個符號喔 來 我把它寫上去喔 這個符號是這樣子 來 寫一個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叫積分符號 從ag到bfx來bx 這個叫做所謂的定積分 同學 這個交流就是它 來 你先寫上去 然後我來解釋一下 這兩個東西 為什麼其實可以看的是同樣的東西 可以嗎 來 我等你喔 這個東西啊 另外一個寫法就是它 以後你看出喔 大部分會看到這種寫法 你很少再看到這種極限的寫法 這個符號的使用 它有一個對照表 來 你把這個對照表把它放上去 來 這一個 OK OK 來 我等你喔 我們這邊慢慢交 我們到寫末時間還很慢 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把這些內容全部交完 好 首先喔 來 同學你看這邊喔 來 你看這個 這個叫做積分符號 那這個a呢 來 a 介紹一下 這個叫我們一般來講 稱為叫積分的下限 好 同學那a叫積分下限 當然這個b就是什麼 就是上限嘛 積分的上限 OK 那這個fx喔 我們一般來講把它稱為叫什麼 你知道嗎 稱為叫被積分的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它符號上的對照 來 首先喔 同學你猜猜看喔 這個sigma換到這邊來 它對應到誰 你知道嗎 誰是代表這個sigma 我告訴你喔 是這個s喔 是這個長長的這個s 這個積分符號 它就是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好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好學sigma有什麼的含義 好學sigma在數學上是什麼 就總和嘛 把很多東西加起來有沒有 對不對 同學英文喔 哪一個單字 把東西加起來 是用哪一個單字來形嗎 加起來用哪一個單字 是不是sum sum對不對 所以數學上為什麼會 這個符號最後會變成它 同學你想想看嘛 你把一個s把它做一個什麼動作 你把它拉長有沒有 你知道嗎 把s把它上下把它拉長 就會變成它 所以事實上 這個有總和的概念 這個也有總和的概念 這個就是長眉學的一支 加起來 聽懂的意思嗎 好 那接下來我學i等於1 它指的是誰 你知道嗎 i等於1指的是這個積分下線 它對應到的是它 這一個就是a 那i等於n就是積分的上線 因為積分就是去做分割 對不對 就是李曼盒 i從1就是第一塊 一直加到最後一塊有沒有 把一個區間做分割 所以你是代表說 從ag到b 你看從第一塊加第二塊 加第三塊 加到第2塊的密集 是不是這個意思 ok 那這個f of bi 就是我們這裡 f of x 那當然同學清楚了 同學那data的意思是誰 data x 當它無線分割的時候 等一下他一支 我們就寫成dx 就是無線小的一支 符號的使用你要很清楚 符號的使用你要很清楚 所以以後我們就用這個符號 來表示李曼盒取極線的概念 聽懂嗎 初學者學這個積分通常用面積去左手 通常跟面積有關 我這邊舉幾個例子 然後等一下又一個問題 讓同學回去思考 來第一個問題 來這個問題我們給他一個讚 如果我現在考慮做一個積分 從ag到b 然後這是c 你覺得這個g出來的結果是多嗎 我們現在一開始讓同學用 一開始之前用密集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 我現在對一個常數做積分 積分的下限是a 積分的上限是b 從ag到b 那請問g出來的結果是誰 其實你可以用圖形去想 因為積分在初學者的觀念來看 他八九不離時 會跟什麼 會跟面積有關 所以你可以畫一個小小的圖 這個c 反正你就看成是一個常數函數 叫做y等於c 這顯然是一條水平線 這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這個應該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從ag到b 從ag到b的意思就是這樣 來這個叫做a 這個叫做b 對不對 從ag到b 那從那個面積的觀點來看 我今天要求的是哪一塊的面積 這一塊 對不對 這個紅色斜線部分的面積嗎 同學那這個面積 請問你這個面積是誰 就c再乘上的b-a 沒有錯 同學這個積分出來的結果是他 好 我現在一開始讓你用密記去做思考 先去想這個問題 可以嗎 這第一個喔 第一個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個問題 這個第二個問題我們給他兩個讚 OK 第二個問題我要問這個東西喔 來 如果我不是對常數做積分 積分a到b 我對x做積分 來 可憐你覺得這個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剛開始我們建議同學都用面積去考慮這個問題 什麼意思呢 來 先畫圖 同學y等於x是一條什麼線 是一條什麼線 45度的直線嘛 y等於x是不是這樣 對吧 一開始學積分我們通常就跟面積有關 那從ag到b 那就這樣喔 從ag到b 好 假設這個是a 這一個是b 那從ag到b的意思就是 我要去了解這個紅色斜線區域的面積吧 來 那現在同學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是一個什麼型 t型啊 t型的面積你不會算喔 而且t型的面積 來 這個面積小時候就會算啊 t型的面積是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嘛 請問同學這個上底是多少 這個y等於x嘛 所以這個上底是個a 這個下底是不是b 所以上底加下底就是a加b乘上 上底加下底乘高嘛 這個高是誰b-a 對吧 上底加下底乘高 然後再處理多少 再處理2 對吧 沒有錯喔 如果我們一開始用面積去思考的話 所以這個算出來 同學答案是多少 1 2分之1的什麼b平方 減掉什麼a平方 對吧 所以同學這一個你可以填上去 這一個是誰 1 2分之1的 花號b平方 減掉a的平方 看一下 這個了解嗎 那如果了解喔 我跟你說 以後我們這個積分會跟面積慢慢的脫鉤 什麼意思呢 像聰明一點的同學應該會開始發現一些事情 這個圖我重新再畫一次 比如說這樣 來這個地方你就要仔細去思考 一樣是45度的直線 這樣子 這y等x 我這樣講 同學如果a點我舉在這邊 b點我舉在這邊 來請問你喔 從ag到b 如果a的位置在這裡 b的位置在這裡 我可不可以問同學 這個g出來的結果 1 2分之1b平方減的a平方 你覺得這個東西算出來是什麼 是面積嗎 沒有辦法你再想一下 你仔細聽喔 我們剛開始初學定積分會跟面積有關 可是慢慢有一天 這個東西會跟面積會慢慢脫鉤 譬如說我這個a點如果取在這裡 b點如果取在這裡 那你把它帶入剛才這個定積分的結果 1 2分之1b平方減a平方 同學這個算出來是什麼 是面積嗎 它不是面積 它應該是 原來這應該是面積 這個定型的面積要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 你聽懂我意思嗎 甚至喔 這個圖形如果我這樣畫 來 如果我先這樣畫 如果我今天a點取在哪裡 我今天a點我白目一點 我a點取在這邊 那b點取在哪裡 好 ok b點我取在這裡 好 那現在可以問同學 a點我取在這裡 b點我取在這裡 那請問積分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塊面積怎麼樣 相減喔 是這一塊的面積減掉這一塊的面積 那關於這個問題喔 其實在課本裡面 它有一個地方特別談到這個問題 我建議同學回去可以找時間 稍微看一下 在課本的第幾頁呢 151頁 他要談到這個問題 你有空回去自己翻一下課本 我想就幫你把這個概念把它講出來 剩下的你就回去自己看一下 好 來這個部分有關定積分的概念 有沒有清楚 可以嗎 如果清楚 接下來我要談 你有空白的位置 定積分的概念講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談定積分的基本性質 定積分 定積分 我們今天腳超會換位置喔 這一定要留一點時間喔 衝衝的兩個禮拜又過去了 時間很快 有關定積分的基本性質 我這邊這樣寫 F跟G在兩個函數 在這個BG間AB 都是怎麼樣? 都是連續函數 都是連續函數 在這個BG間AB 是連續函數 有關定積分 底下這些性質都會成立 等一下我會解釋 R挑一個來證明 反正就是證明的東西也都很直觀 第一個是什麼呢? 如果我從AG到B 然後這裡F加-G 簡單來講我這邊 把F跟G做線性組合 把兩個函數做間性組合之後 再去做積分 你猜結果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個別積分的線性組合 它可以寫成 從AG到BF GbF Dx 加減 來從AG到B GbF 來第一個性質 這個性質很直觀 而且其實它可以證明 等一下有時間我證給你看 證這個大概一分鐘就結束了 因為它是迷茫的 來第一個性質 接下來第二個性質 是什麼東西呢? 如果我做積分 從AG到B 然後K倍的F Dx 來總學你猜第二個性質 第二個性質就是這個常數K 可以搬到外面去 所以它可以寫成 K 積分 從A到B F Dx 好 這看起來都覺得很合理直觀 其實都可以證明 這個都可以證明 好 這第二個性質 接下來第三個性質 第三個性質 是這一個 從AG到B F Dx 再加上 從B G到 C F Dx Dx 欸 有沒有人知道 我這邊要寫什麼? 從AG到B 加從BG到C 所以這個東西 這兩段積分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合併嗎? 它是不是可以寫成 從AG到哪裡? C F Dx 可以嗎? 你用命機去想對不對? 先算從A到B的命機 再加上從B到C的命機 B那個A就把它接起來 B那個A就把它接起來 這是OK的 接下來第四個 第四個是這樣子 這個直觀 再寫一下 從AG到A F Dx 會等多少? 會等0 第一次給 來 最後一個 第五個 從AG分到B Fx Dx 它其實可以寫成 負的 來 從BG到A Fx Dx 總共五個性質 給同學一點時間 你把它寫上去 這五個裡面其實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等一下我證明給你們看 然後第五個很重要 我先等你 你寫一下 你寫一下 沒關係 問題 Зд 這五個啊 我先問同學 我覺得可以跟同學互動一下 來 同學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從ag到ar fxdx會這樣 這其實這樣直觀喔 我沒有讓你證明 我只要你去合理的去理解一下這個概念 這個東西可以想成什麼 什麼叫從ag到a 就是一條線 對不對 從ag到a 線的面積是什麼 是0 對不對 這是合理啊 對不對 這件事情很合理 從ag到a 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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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 太合理了 對不對 大家可以接受 好 那為什麼我講說 這個第五個很重要 同學這個第五個其實他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這邊寫從ag到b 其實很多同學在初學的時候 都會有個想法 代表a一定怎麼樣 下微等於b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理解 從ag到b fxdx 你看成面積的話 事實上你心中所想 一定會想說 一定是a小於等於b對不對 可是以後我們的積分的上下線 會放寬 我們不僅可以做a到b的積分 我們也可以做b到a的積分 那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從bG到a 跟原來的從ag到b 前面會猜的那個 誰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我沒有要證明 我要解釋的問題 解釋很簡單 譬如說 來 同學你看這邊 這個是a 這個是b 同學從bG到a 那就代表我們的x0是不是在這邊 s1是不是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要做分割s2然後點點點 然後這個是誰?sn 記得這個東西嗎? 我們的delta x是誰? delta x是不是我們那時候講si-x的i-1 對吧? 那同學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這樣寫的話 si-x的i-1 請問現在的delta x是正來負的 當然是負的啊 那既然是負的 當然就會差一個負號 對吧? 如果你是從a分割到b的話 這個delta x是正的 那我們現在是從bg到a 反過來的話 這個delta x是不是變成負的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負號是理所當然的 你高中生要直觀的去理解 我沒有證明 我只是讓你覺得說這件事情是合理的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我想這五個我贈一個 好不好?我贈一個給你看 贈哪一個呢? 我贈第一個 來我贈這件事情會等於他 用什麼? 用定義去贈 來同學我問你 定積分就是黎茫 對不對? 所以來這個東西我可不可以這樣寫 sigma i從1到n 然後這個是什麼? f of cc i 加減 go的什麼? cc i 然後乘上的delta x 來同學這個 你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我在寫李曼盒 看到了嗎? 那同學sigma我們知道sigma有分配率嗎? 加減可以拆開來 所以他是不是可以寫成sigma i從1到n f of cc i 加減sigma i從1到n 我的空間好像不太厚 對不起這點好像沒寫清楚 怎麼辦怎麼辦 我想想看 對不起這個位置好像沒有喬好 我寫到這邊來 抱歉之後再寫字 sigma i從1到n f of cc i 加減 g of cc i 乘delta x 這個林曼盒 反正sigma有分配率嗎? 我們就把它拆開嘛 他是不是可以寫成sigma i從1到n f of cc i 乘delta x 加減sigma i從1到n g of cc i 乘delta x